12月3日,115位参加第65届世界小姐总决赛的各国嘉丽来到福建平坦 为平坦国际旅游岛建设宣传代言 当天中午,平坦的龙王头海滨广场热闹非凡 115位嘉丽在南模的陪伴下走向象征平坦蓝的蓝色大道 并用自己本国的语言献上自己对平坦的真挚祝福 今年21岁的中国女孩原路是第65届世界小姐中国区的冠军 是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 作为新科中国小姐,她希望让中国元素走向世界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机会 让世界各地各国的人民去了解到中国的一个文化 或者是说了解到中国的一个旅游文化 也是将中国的一种精髓向外更好的去推广 活动的重头戏在当晚精彩上演 115位世界小姐一一登台亮相 为观众带来一场集合晚礼服秀和民族服装秀的视觉盛宴 嘉丽们穿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服装 展现各自国家的民俗舞蹈,令人眼花缭乱 把平衡打造成国际海岛旅游目的地 把平衡打造成产业积居区和高端服务区 要把平衡建设成两岸合作的窗口 把平衡打造成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 这就是我们平常国际旅游岛的定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